外一个围裙 这是我新买的围裙 那个旧的洗的太旧了 画个新的 这是我今天早上在天红超市 他送货上门的吗 超市到家买了一只鸡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走地鸡 比较小的 这只鸡的话 它写的是900克 就是不到两斤 差不多两斤吧 然后59块钱 我要做烤鸡 不能太大的鸡 这么大可以的 现在做烤鸡 现在买菜真的很方便 你去超市买也可以 或者就是那种大型的商场 你让它超市到家 它可以生活上门也可以 或者美团买都可以 现在生活真的越来越便利了 还洗干净 处理的还是挺干净的 切剪掉 指甲也剪掉 像这种剪刀特方便 专门剪肉的 剪骨头很好用 我这个剪刀买了有两年 头和脖子不要了 用点力气 可以 这样就好洗 看这个鸡我已经洗干净了 然后中间切一刀 然后它就可以把它搬平一点 现在来腌一下鸡 放上一些料就去腥 再放上一些盐 这个是胡椒粉 我的配料就跟腌鸡翅一样 再放一些芝麻粉 然后这个是生抽 现在来把它涂抹均匀 把它尽量这样子抹均匀一点 按摩一下给它 让它入味儿 你知道为什么想吃这个烤鸡啊 昨天晚上我和老爸在看那个 楚汉传奇那个电视剧啊 然后看到那个韩信在那里啃那个 鸡腿烧鸡的鸡腿啊 看着我们好眼馋 我们说今天也要来买只鸡烤一下 做个烤鸡吃 想让它入味儿一点 就用这个叉子啊 这样搓一搓让它有点孔啊 这样子它就容易入味儿进去腌进去 扎紧了 今天晚上肯定狗狗会很馋 可以了 把它反过来 就这样腌就行了 腌制个三个小时 如果想入味儿一点 就腌久一点也可以 把这个鸡脚啊 剪下来 一起这样腌一下 现在把它烤到上去 拖个锡子 这个鸡也腌制的差不多了 腌了有三个小时了 把这个鸡脖上来 拖个锡子 把这个鸡蛋铺上来 然后把这个鸡尖刺上去 用锡纸包一下吧 这种位置它容易糊 没什么肉嘛 容易焦 包一下就好一点 可以了 把鸡脚也包一下 包一下烤 现在把这个鸡放在蒸烤箱里面 然后功能的话调到这个蒸烤的功能 还有专门的蒸烤功能 然后调个200度 然后烤到20分钟 先蒸烤20分钟 像蒸烤箱啊 它有专门的这个蒸烤功能 蒸烤煮的功能 就是大一点的这个肉啊 什么烤鸡啊 烤鸭啊 还有烤羊排啊 我们可以用蒸烤的功能 就是先把它蒸熟 它是先蒸一会儿 蒸一会儿以后 它再烤 这样子里面的肉质啊 就容易熟 还有一个呢 就不会说是很干的 它有水分在里面 切点红萝卜 还有土豆 还有鱼 一起烤 这个素菜里面撒点盐 这是黑胡椒 再倒一点花生鸟 现在来把它搅拌均匀 等一下放到鸡里面一起烤 可以了啊 这是西兰花 我撒点点盐 我把它拌一下 等一下再放上几颗西兰花烤 这个是刚才腌鸡的这个汁啊 倒在这个小碗里 我放一勺的这个蜂蜜进来 不要太多 因为老爸不爱吃甜的 我就放一点点好了 这个就是加了蜂蜜水的这个汤汁啊 这个鸡二十分钟已经到了 现在把它拿出来 不好意思 这颜色都漂亮 把这个腌好的土豆啊 红萝卜放在这边 放进来啊 现在调到这个热风烤的模式 热风烤这一款就是空气炸的功能 然后调到一个200就 再烤一个20分钟 你们看馒头 最馋的就是馒头 我刚才一拿鸡出来 它就跑到我厨房门口趴在这里等了 知道今天晚上有好吃的了 馒头啊 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好吃的啊 在这等了迫不及待了是吧 今天晚上有烤鸡吃吃大餐知道了吧 我现在开这个炉灯观察一下里面 我现在开这个炉灯观察一下里面 哇出油了耶 滋滋啦啦的了 先暂停一下 还有十分钟 我把它翻个面 好诱人 好棒啊 把它翻个面 翻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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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靠一下 然后再继续就可以了 再继续就可以了 再把馒头过来 现在第二次把这个鸡打开 卷卷来了 这才才不来是吧 才才没你们俩才 这次的时间要到了 哇 太香了 太香了 再把它拿出来 哇 太香了 再把它翻过来 再翻过来 哇 真的太香了 再把这个西兰花放上来 再烤点青菜 因为西兰花不能提前放 放烤久都不行 再把这个汁啊 让它调到这个蜂蜜水的汁啊 刷一层上 如果喜欢稍微甜一点的蜂蜜 可以稍微多加一点 我加的少 因为老爸不太爱吃甜的 如果想吃油一点的 也可以在上面再刷一层油 我们不喜欢吃太油腻的 所以我就不刷油 然后这个汤汁菜上面 可以来一点 现在再放进去烤啊 再调到这个热风烤 热风烤就是空气炸的功能 然后还是这个200度 再烤一个这个15分钟 OK 你看里面的这个鸡啊 烤的滋滋辣辣的香啊 好美味好治愈啊 哎呀 我第三次开这个锅啊 这个烤鸡拿出来啊 你看菜菜就来了忍不住了 实在太香了是不是啊 宝贝 看来几个菜汤 像我们年龄大的光吃肉不行 要有素菜 要有菜汤之类的 这样吃会舒服 像这个蒸烤箱啊 还有这个微蒸烤箱啊 都可以做这个烤鸡啊 烤鸭啊 还有烤羊排啊 这种比较大一点的菜啊 都可以做 只是说他们的这个温度啊 和时间啊 就是有区别 就是自己用一用 掌握好就可以了 烤箱这些烤肉啊 就是不像那个锅 炸肉啊 煎肉啊 就是油多 这种就是 无油烟的 厨房会比较清爽干净 你又来了 好香是吧 等一下等一下 马上就好了啊 乖乖 好了好了 出去出去 烤肉 哇 太香了吧 非常棒 你看磨了蜂蜜 它就容易焦一点啊 你看 非常棒了 很上司 哇真的是太诱人了 非常的香啊 像过年非常适合做这样子的一道大菜啊 用这个蒸烤箱做真的超方便啊 好诱人啊 准备开吃 用这个剪刀啊 你看 一人一个腿 哇 感觉很嫩呢 是不是 肉质还是很嫩的 哇 好香啊 我都流口水了 哈哈 哈哈 皮太好吃 皮很香的 哇 你那个腿好大啊 弄点这个鸡胸肉给狗 他们馋的不行了 哎 这个鸡胸肉啊都可以给狗狗吃 怎么样味道 不错 不错 不错啊 好吃啊 嗯 这是三个狗狗们的啊 老爸给他们准备好了 哈哈 哎呀 你看 馋的 来了啊 哎呦 你看 快点快点快点 馒头又是最后一名啊 他想跑第一名 哈哈 哈哈 好可爱 这可香哎 我们也开吃了 你看 老爸迫不及待的要啃鸡腿了 嗯 哈哈 怎么样 好吃 好吃啊 鸡有鸡味 有鸡味啊 嗯 而且最主要这样子烤的话不会很干 是吧 嗯 里面都熟了吧 熟了 味道怎么样 嗯 好吃啊 来不及说话了 现在马上过年了哦 其实大家可以试一下做这道菜 真的非常简单 然后那个又没有什么油烟 做起来也方便 然后烤鸡烤鸭烤羊排都可以这样做啊 嗯 你看老爸一个大鸡腿要吃完了 哈哈 嗯 你看馒头的小餐狗 你们的吃完了是吧 又来这里蹭了是吧 等一下还有的肉给你们吃的 放心 今天一只鸡肉 我一说等一下就做好了 哈哈 才在桌子底下呢 嗯 烤鸡皮好吃 嗯 烤鸡皮好吃 真好吃 自己买的鸡都是好鸡 嗯 嗯 我腌了三个小时完全够味儿的哦 嗯 不要太咸 嗯 不要太咸 这样正好啊 腌子有点鸡味 嗯 这不都好吃 不都好吃啊 嗯 烤焦一点而已 红萝卜也好吃 嗯 真好吃 太美味了 外酥里嫩 你看这三个小家伙儿 我刚才在给他们弄这个肉啊 还有红萝卜土豆 我都听到馒头咽口水的声音了 急得不行了 哈哈 超可爱 好现在开始吃播啊 馒头 哎呀 好吃吧 舅舅 坐好 开开 哎呦 好吃吧 舅舅坐好 坐下 舅舅你坐下 哎对 这才棒 嗯 对 今天给你们吃过瘾啊 今天多一只鸡 而且这个里面烤的这个没有太多的盐味 和油味啊 他们可以吃的 而且很香 好了肉吃完了 现在开始吃土豆了 哎呦 好吃不 哎呦 好吃不 好过瘾啊 好现在是红萝卜 好豐富啊 过年再做给你们吃啊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